音乐 从阿布辛贝勒出来以后 我现在在返回阿斯旺 然后再前往卢克索的路上 这是埃及的75号高速公路 它算是一条比较新的公路了 刚才我看到旁边还在修路 应该是要扩建吧 这个路上由于它是在沙漠当中修建的高速 所以路上就有很多的沙尘 特别是你的速度如果开到了80公里到100公里左右的时候 你明显能感觉到左右 它的那个横峰就会让这个汽车就有一些来回的晃动 而且我这辆车的自重也就只有一吨多一点吧 所以稍微速度开快以后 这个方向盘就会像这样当当当晃来晃去的 所以还得开慢一点 并且你看像这种大车 这车过来以后 我就感觉到它在呼啸而过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空气当中的气流给扰乱 一旦扰乱了以后 我的车就感觉像是被它吸进去了一样 就像平时我们做的火车 如果遇到双向行驶的火车的时候 一旦那边火车一过来 你就能感觉到你的这个火车的车箱都在晃动 就有点这样的感觉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就会把速度放慢一点 然后稍微靠到右边来一点的话 会更安全一点吧 那今天呢我会从阿布辛贝勒返回这个卢克所 全程大概有500多接近600公里左右吧 早上我8点钟就已经出门了 不过要开差不多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现在我已经开了两个小时了 笔图显示呢 还有5个多小时的时间 真是蛮辛苦的 好吧 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这个沙漠之路 最大的价格是在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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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